如果我今天想要比如说F2到F8这个范围追踪 那怎么知道8这个位...其实很简单嘛,游标放在哪里 你可以把它放在F1Ctrl向下 放在F2Ctrl向下 其实都会指向8这个列的列数 所以呢,我如果要写...第一个啦,8这个数字要变成变动的 所以一般是在那个Range上面多增加一行 Enter一下,然后多增加一个变数叫R R就是它列的位置 也就是说向下追踪 那向下追踪呢,这个很重要,前面讲过 从哪边追踪?Range 假设啦,我从那个F1好了 向下追踪的写法,前面有点点什么呢? and,end 这个end指的是哪个方向啊? 刮斧,你跟他讲说 记得用选的哦 刮斧之后呢,上下左右选一下 向下就excel,down 向下帮我追踪哦 OK 那这个意思就是说Ctrl向下的意思 Ctrl向下 OK 那向下之后的话呢,告诉我它现在在哪一列 点,点,Row就可以了 OK,点Row的话意思是说 你向下追踪之后 得到的那个列给我一下 OK,所以你会发现哦 点Row它是一个属性 那属性基本上你可以解释成资料啦 什么样的资料? 就列的资料 就是在哪一列的意思嘛 OK 那它就是属性呢,就是一只手拿着一个资料嘛 OK,就是这个意思 好,啊给我这个 所以呢这个地方得到的,R里面就是8 当然将来这个数字如果增加的话,它就变动 所以这个R是不确定 不一定是数字多少 那将来当然F8后面这个8 那我们可以怎么样 把它改成R 那怎么改成R 不外乎就是像之前的写法嘛 你如果不会你就什么 把这个F,把8选起来 然后双一号两个 移到中间 and两个 再移到中间加个R 然后把and隔开 这样就OK了 那你会发现了,执行起来的话有没有问题 其实也没问题啦 向下追踪 那如果将来会多一个 比如说又多一个31好了 多一个对不对 其实喔,你清楚的话 因为是向下追踪 所以连31也会轻掉 那假如你刚刚是F8的话 那这个最后31就不会被轻掉 这一点可能要特别的注意 OK,这个地方多一个R 不过跟各位讲一下 也是一样啦 这个地方喔 在R的右边 多个and空 and空的东西 所以其实这个是多余的 一般习惯是把它delete掉 因为你and空的什么 和没有人 我后面有没有人 我后面有一个没有人 那这有点是 就没有人就没有人 我后面有一个没有人 那就等于是多此一句 所以后面这个就不要 所以特别注意喔 刚刚的那个F8 除了说你可以怎么样 可以直接用之前讲的那一招之外 另外还有一个方法 就怎么样 直接空一格and 空一格R就可以了 不过前提是什么 你那个要改变的数字 刚好它的右边 刚好就是这个结束的双引号 那你就可以用这个方法 那是把8delete掉 这样的话它就怎么样 它就会假设产生这个R里面的资料 假设乘8的话 那因为它前面有个and 就会帮你把8的数字 转换 因为and的关系 转换为8的文字 再跟前面这一串串在一起 就会变成F2冒号F8了 大概是这样的概念 OK 说明一下 那这一题 理论上大概就到这里了 不过后来就有同学会问说 老师可不可以有个 当然这个就延伸的 就会思考 因为其实工作上 常常会遇到类似的状况 就是说 如果要改变的话 那有同学就 如果你没有经过思考 你就不知道怎么去改 比如说呢 我希望这个排名 现在的话是按照什么 排名找到这个 就把这个排名丢过来 那如果我今天不是要这样 我希望排名第一个 它是放什么 放第一名 这个是放第二名 这个是放第三名 这个是放最后一名 第七名 那有什么方式可以 让这个规则改变呢 其实方法很多 我想了至少两个方法 各位可以在云端 白板上面找一下答案 最后我发现 其实最简单的那个方法 我后来想到 就是如果呢 我们这个地方理论上 第二列的话是放第一名 第三列的话放第二名 也就是它的列号跟它的名次 刚好相差1 也就是说如果我今天 放第一名就放在第二列 有点像这个k的值 那我已经知道了 也就是k里面的值 第一次的话就放它的名次 那刚好我们假如说 一直往下追踪 找到这个地方是小于等于7的话 那将来第七名的资料 第七名的资料 应该就放在第八列 所以呢我只要怎么样 把它的名次部分 抓到之后加1 然后呢 当成是它将来放的列数 那我就可以完成 按照顺序排的这个需求 不过这难度已经很高了 如果你暂时不太懂 为什么的话 没关系 你大概先知道 回去再试做看看 那改的话怎么改 第一个我就不需要k了 所以k给拿掉 k等于k加1可以拿掉 第一个 第二的话呢 这个k的位置 要用什么取代 用你找到之后的这个资料 比如说第七名 那我就把k 用什么取代呢 用这个salesidea的依然里面的资料 比如说第一次找到 就是第七嘛 所以过来的话呢 它就放在f7的位置 不过不对啊 我刚不是提到吗 就是f7的话应该是 应该是放第六名 它应该是放在f8 因为上面有个标题 所以变成要向下一列 那怎么样让它向下一列 很简单嘛 把这个salesidea的依然 后面怎么样 把它加1 这样就ok了 程式写完了 也就怎么样呢 如果我今天想要按照这个顺序 比如说第一名呢 放在f2 第二名放在f3 最后一名放在f8的话 那我只要把刚刚的程式做修改 就完成了 诶 有这么简单吗 我们来看一下 执行一下 诶 34是不是第一名 34 往下看一下 第一名的话 诶 没错 第一名34 第二名的话 第二名的话 是不是21 第二名的话 第二名 在这里 诶 没错 最后一名是不是12 诶没错 所以你会发现 反而如果按照顺序来放 更简单诶 ok 所以我拿大家重点回顾一下 怎么样 可以把那个 刚刚的 就是没有按照顺序 排名顺序放 改成有按照 第一个把k拿掉 第二名的话 把k等于k加1拿掉 就是k的部分 第三个的话 把k的位置 直接sales ID的一栏复制过 因为是下一列 所以把它加1 这样子 就按照顺序了 清楚的话 其实不动 清楚 ok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吧 两个重点 第一个 如果你希望 这个range部分 也能够向下追踪的话 那当然你可以加一个r 有没有 r这个变数 并且把r放在这个范围的后面 记得像这个很重要 因为向下追踪 如果你假设你不熟悉 我建议你多多演练 因为以后的范围 大部分都不是固定的 所以如果你不会用这一招的话 所以是很麻烦 因为除了用这一招之外 我没有想 当然还有别的方法 只是我觉得别的方法 好像没这个简单 没这个直觉 ok 然后记得 r放在f的后面 是and r 这个可能要慢慢习惯 但如果你不习惯的话 我讲过 你可以用之前的那个方法 两个双眼号移到中间 两个and 然后把r放中间 也可以 只是会多一个and 没有东西 当然我自己写程式 我会觉得 它有点啰嗦 不过当然多多练习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如果按照顺序的话 各位可以参考一下云端白板 因为这个程式 我有把它放在云端上面 这应该是放在 第...下面一点 第五页的地方 方法二的部分 你想说 老师为什么你有方法一吗 其实我原来是写成这样 不过后来发现 写成这样的缺点 就是太复杂了 为什么 因为会多个j j就是说 意思说第一次 你帮我产生第一名 我去找第一名的 位置的资料 找到之后 再放在第一名的位置上 然后再找第二名 找第三名 找第四名 方法一也可以 不过你会发现 跟那个方法二的程式 一比较之下 哇 简直太复杂了 所以我算了 我刚才讲方法二算了 所以你会发现 程式 没有所谓的标准答案 那有的时候 你第一次想到的 可能太复杂 第二次可能越来越简化 这个都有可能发生的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 我刚刚讲的 那这个讲完之后的话 后面呢 我们再来看一个 我觉得蛮 因为现在蛮流行 那个网路爬虫的 所以呢 我们顺便讲一下 乐透彩的延伸就是 如果我今天希望 把那个乐透彩 现在它新的叫大乐透 本来是1到42号 改成1到49号 其他规则都一样 那我想要把历年来的 大乐透资料 全部都抓回来的话 该怎么做 那你们可以看到 这边在云端上面 数学函数里面 有个叫大乐透历史资料 这个没有范例档 因为我们这个资料来源 是从网路上来的 就爬虫 OK 所以你把它打开之后 这边有一个连结 这个连结的话 点开来 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就是 所有历年来的 那个大乐透的开奖 的记录 它基本上就是6个号码 加一个特别号 有没有 这个是8月13 礼拜五 礼拜五 那就是上个礼拜五 有没有 礼拜二 所以它礼拜二礼拜五 然后一个礼拜开两次 所以7个号码 那这个是8月份的 有没有 然后一直7月份 有没有 那当然它是按照什么顺序呢 底下有页面 第一页一直到63页 所以63页就是2004年的 应该是1月第一期 1月5号 在第一期 所以呢 如果假设说 我今天有个需求 我希望 我把1到64页里面的资料 全部都抓下来的话 那以前的做法是什么 可能就以前的做法是这样 选起来 有没有 第一页选完 然后呢Ctrl C 有没有 Ctrl V 贴到 这个Excel 可是这样有点太浪费时间了吧 有63页 那不是Ctrl C Ctrl V 63次 那假如有些资料每天都要的话 那每天不是贴上复制贴上 太浪费时间了 所以有没有什么快一点的方式 可以帮我把资料全部抓下来 这个就网路爬床 这边我举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 就是在那个我们的这个Excel里面有一个物件 叫做Query Table 这Query Table 实际上就是在资料 在我们那个Excel里面 资料里面有个叫从Web 这个里面当然那功能你用录制聚集 也可以得到程式码 不过那个程式码录下来的程式码太复杂 我把它简化 变成一个什么 一个范本 那第一个你可能要知道这个有个范本 叫做大乐透下载 OK Sub到Sub 你可以贴到模组里面 那第二个你可能需要知道就是 那我怎么知道第一页 第二页第三页怎么抓 你可以点选第一页的时候 那观察一下上面的网址列 这个网址列里面有个地方变动 问号 问号就执行参数 什么参数 indage page 等于1 有没有 后面一样order by 这个不管 最重要是这个 第一页的话是等于1 那第二页的话呢 其实跟各位讲 你可以推 等于2 网址完全一样 只有一个地方不一样 就是indage page 等于后面的数字不一样 那所以我们其实可以跑个回圈嘛 for i 等于1到63 然后呢第一次帮我抓第一个page 第二页 第二次帮我抓第二个page 一次再推 所以后面的话要教各位 简单的一个爬虫 如果你写完之后的话 就可以把那个乐透彩的所有资料抓下来 然后并且怎么样 可以把里面做个统计分析 就可以知道说 历年来1到49号 哪一个号码开出来的几率最高 ok 那请各位先试试看好了 画面先还给各位 对 感谢观看